我们的东北是有底蕴的东北 我们的东北是有活力的东北 我们的东北也是有光明前景 所以这次宣教会不是关和吉林在主办 而是和我们三省一区来共同的来主办 东北全面振兴是关于整个东北三省一区的振兴 那么通过三省一区来共同举办 我们就是举三省一区之力合力 来向国外来宣戒东北全面振兴的图景 这样就能够向外国的这些人士来展示一个 我们东北全面振兴的一个全景 当然我觉得我们也通过这种方式 也向外国政党来展示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拿东北全面振兴为例 东北的全面振兴不是三个省一区相加的振兴 比方说东北全面振兴难道只是黑龙江在振兴吗 难道只是辽宁在振兴吗 不是 除了这三省一区各自的发展以外 党中央的意图十分的明确 就是要推动三省一区加强本身之间的合作 当然还有三省一区和中国其他地区的这些合作 我们想通过中年部和东北三省一区来共同举办这样一个会议 就是要传递中国共产党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它的一些生存考虑是什么 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通过三省一区的共同努力 来实现我们整个区域的发展 如果这个观念能够明确地传递出去 我觉得会增加外国政党 对我们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理解 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在他们的土地上 来试验这样的不是对他们有尽量的效果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三省一区来共同举办 这次专制圈建会的意义效果